你就提着这个点心盒 假扮我的姑女 去给主上送夜宵 见到主上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喜哥知道 多谢太妃 我呢 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剩下的 还得靠你自己争取 你放心 一定不让你失望 行 那快去吧 嗯 扑克姐姐 你说她能成事吗 人都送到眼前了 还能不行 那除非主上她 嘘 别乱说话 主上 太妃娘娘 给你送的点心盗了 先放在桌上吧 是 先放在桌上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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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是你啊 喜哥 见过主上 还穿了一身宫女的衣服 成何体统啊 主上 我进宫都一个多月了 你都未曾临幸于我 我不知道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让你这么嫌恶我 朕 近日宫物繁忙 来日再说吧 主上 我求求你了 主上 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主上 伯儿 送喜哥小飞回宫 小飞回去吧 主上 我不回宫 主上 你不要赶我走 主上 主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主上 主上 你不要赶我走 主上 求你了 主上 主上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主上 他为什么不碰我 娘娘 你别哭了 你都哭了一个时辰了 我也算是家中富贵 你们不成群 我嫁给谁不是嫁 我现在来这儿受委屈 我就要哭就要哭 哭作算了 娘娘 你真别哭了 主上不亲近你 以后也比事情坏似 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看什么看 这就我们两个人 有什么不能直说的 快说 拿着 好狐狸 你要是有什么知道的 都告诉我 你想想啊 我要是得失了 你也有好处 对吧 娘娘 奴才啊 以前伺候过先皇后 这先皇后和穆宗皇帝 竭离数十载 没有子嗣的事 你是知道的吧 知道啊 这穆宗皇帝和先皇后 始终没有同房 因为 她有卫女症 卫女症 什么意思 这主上 既没有和贵妃娘娘同房 也没有和娘娘同房 也许 快说呀 奴才的意思是 这穆宗皇帝 因长期不能人事 性情日益暴虐 宫中又只有一个皇后 就早早报病而亡 对外说 先皇后的死是生病而亡 实则 是穆宗皇帝 失控杀掉的 娘娘 奴才的意思是 若是主上 也有一样的毛病 娘娘还是保重自身为伤啊 什么恩宗不恩宠的 保得性命为先啊 十五 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你娘安好 你安心吧 我以前常听族人说 我爹是个糟糕的头人 不配做组长 现在看来 我更不配 韩大哥 我相信你真的是等力派来的时尚 我到底该如何做一个好组长 你能教教我吗 一族执掌 就是要给族人更好的生活 韩家先祖曾向太祖皇帝进言 为定配偶交肯义 一生两志 如果你能去学习和推行 能让族人保持暖衣的男人之法 你便是草原上最好的组长 潘大哥 是你帮我们解决了祸患 还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了我 真的很感谢你 阿伯赫 能够解救你们日联部的 唯独日联部的组长 你 今天 是我们日联部重生的一天 我希望从今往后 无论是族人 还是奴仆 都能放下心中的仇恨 好好活下去 韩大人 马车 你 叔父 你骗我 主上根本不能人道 你叫我入宫 就是让我守活寡 什么 别胡说八道 齐哥 你别因为自己得不到主上的宠性 就编个理由来骗我 叔父 我骗你做什么 主上如今 连贵妃都没碰过 宫里的老人都说 穆宗皇帝 就有不济女色的影集 我看主上跟他是一样的 不可能 怎么可能这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叔父 你帮帮我 先回去吧 叔父 先回去吧 难道主上不能有后了吗 女吕大人 女吕大人 请 齐尹王妃临盆了 齐尹王妃临盆过我什么事 等等 去给我打听一下 他生的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如果他生的是个儿子 给我背上一份厚礼 我要去给西尹道习 是